嗨大家 每一個人都想要拍VLOCK 每一個人都想要記錄自己的生活 但是收音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教大家怎麼只用一百塊 就提升你的收音品質 非常瘋狂的小道具 小麥克風 好 給你們看一下過程 先不要問我為什麼要穿這一套衣服 因為我在家都是穿一樣 等一下才會出門 好 那現在大家聽到的這段聲音 是我後期沒有聽過任何的處理 沒有Denoise 沒有加Reverb 什麼都沒有加的現場的聲音 拍一下是有理由的 以後會跟大家分享 好 那現在我用的音檔 完全就是手機錄出來的音檔 應該可以發現 實在是不差 真的不差 比起剛剛那個相機 直接錄出來的聲音 還要好很多 但是我不太可能一直這樣排我的影片吧 拿著一隻手機在這邊 這很荒謬耶 所以說我起心動念一想 我已經在攝影器台上花了這麼多錢了 那YouTube現在還不是我的主力 我不大可能再投更多的預算 在我的收音設備裡面 於是乎我就上網查了一些比較便宜的選擇 那比起買一隻Rod的機頂麥再收 我先想的是我可能花兩三百塊 買一個接手機出來的收音設備 然後先來試看看效果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買吧 走 出門前想到如果我不換衣服 又要被說都穿一樣的衣服 Yay! Let's go! 其實我覺得因為口罩的關係 所以聲音聽起來會有一點悶悶的 感覺沒有那麼透 但是我在想啊 就是等一下回家試看看 如果我在室內拍的話 在室內錄的話就不用擺口罩 那聲音會不會比較透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幾天天氣實在是太晴朗 我不出門拍真的對不起自己 所以大家先用線框來聽看看 相機跟那個叫什麼 麥克風收起來的差別 然後如果說室內的話 我們可以等下一支影片再試 假如啦 假如真要說缺點的話 個人覺得操作上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你還要架好相機 按好快門以後 然後再開你的手機 按下錄音鍵 再把手機收好 然後再拍一下去對那個音軌 但是個人覺得瑕不言語啦 如果我現在沒有這個麥克風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拍這樣子 酷炫又神奇又可愛的畫面 所以整體而言還是很棒的 今天跟大家聊這麼多 最後還是要聊回最一開始的主題 就是預算控管問題 就像我前面有跟大家說的 我的主意是拍商品影片 那在拍商品影片這個過程中 我會需要非常多有的無的東西 那拍YouTube對我來說是一個 不是我正規的工作內容 它對我來說是一個附加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有限的預算下 尤其我在拿我爸媽的錢 在有限的預算下 我必須要懂得如何去控管我的預算 在該投資的地方投資好一點的設備 在沒有那麼必要的地方 就不要花太多的錢 但是收音還是很重要啊 好的 那麼做個小總結吧 如果你問我這是不是最好的Vlogging麥克風 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因為如果你有夠的預算 你去買一把 你去買一把 你去買一支RAW的NTG或是 RAW什麼 Videomic Pro 那可能收音品質都會更好 但是如果你問我這是不是一款 CP值超級高的麥克風 我的答案是是 沒錯絕對是 那我短期內應該也是用這支風來拍我其他影片 好 以上總結 IG在這邊 呃 老樣子 幫我分享出去 感謝你 我們下支影片見 再見